本台刊播国际瑞评 中国已做好全面应对的准备 瑞评指出 对于美方发起的贸易战 中国早就表明态度 不愿打 但也不怕打 必要时不得不打 面对美国的软硬两手 中国也早已给出答案 谈大门敞开 打奉陪到底 经历了5000多年风风雨雨的中华民族 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 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 必然会有艰难险阻 甚至惊涛骇浪 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 不过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道坎 没什么大不了 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化危为机 斗出一片新天地 无论外部风云如何变化 对中国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不断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美国下一步是要谈 还是要打 亦或是采取别的动作 中国都已背足了政策工具箱 做好了全面应对的准备 这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那